其實只要是人都有需要獨處的時候 他是回房間打電動 不行耶 用什麼樣子的溝通技巧 去讓孩子比較聽話 真的是英才師教 我們會花比較多時間去跟他談感覺 然後談他的想法 突然結束之後弟弟就會 媽媽大愛你 幾歲就這麼有 你沒有辦法生氣 葬施我所有的威嚴 分開約會議 他會在沒有爸爸的狀態之下 可以更好地和我溝通 當我們跟自己的關係好 當我們跟自己的心 配合的靠近的時候 還能真正地把我們善意很好的傳達 村民五四三陪你親直生活 布布丹安大家好 我是總幹事蘭吉 在你的家庭生活當中 請問你有沒有常常吼破喉嚨 但是你的小孩卻根本不插小你 在家庭的生活裡面 溝通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請到了兩位 聲音訓練師 小虎老師還有慧琳 哈囉大家好 其實我是聲音訓練師 然後慧琳呢 她更高一級 她是我老闆 my boss my wife 聲音訓練師的老闆 兼老婆 兼經紀人 關於聲音訓練的這個部分 不是只有小虎老師 有兩把刷子 你應該的刷子也是蠻多的 從他身上學到的 真的嗎 他是我老師 這是我們的伴侶關係 待會我們要聊的事情就是 神仙打架的事情了 在家庭生活當中 兩位都有兩把刷子的狀況之下 我們要怎麼樣鬥法呢 你們是怎麼認識彼此的 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我自己也很好奇 因為我本身也是你們的粉絲 追蹤許久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樣找到 小虎老師這樣子一個大帥哥 我真的很想知道 所以你想知道是找到大帥哥 都想知道 怎麼認識的 直接歪樓 其實我們是在 贏隊裡面認識 小虎是老師 然後我是贏隊的隊伏 可是我們其實是在 贏隊結束之後 我們兩個猜 開始有交集 嗯 朋友的論述是 很像偶像劇 因為我覺得 他不是我的菜 他也不是我的菜 這樣子啊 有仇生欲嗎 我一開始就這樣 他有跟彼此的朋友說 覺得我離開這營隊 就不會再跟他說話了 那我覺得他不錯 但是我想把他介紹給別人 對 他就在介紹 我給別人的路程當中 跟我旁邊放在自己的口袋裡面 會有朋友寄到現在 他當我們婚禮的招待 就是會拿出來嘴一嘴 那後來 在家庭的相處當中 你們有沒有常常用語言的藝術較勁 我們認識的時候 其實都還在情商的狀態 我在前一段關係裡面 也有受蠻多的傷 我價值蠻低的 他在前一段關係裡頭 前幾段關係裡頭 直接把老婆出賣了 這樣是OK的嗎 因為傷他的不是前一個 是上上的 我們其實都有一些傷 我們有一段時間的時候 同居的 那同居那個時候 確實就有很多的爭執 開始在爭執的時候 就是想要炒贏對方 好像我有贏了 我才能保護好我自己的感受 可是後來吵吵就發現 我們到底要贏的是什麼 贏對方難道就真的贏了嗎 還是我們要贏一個結果 所以後來我們才慢慢的 在同居的國和裡面 找到了一些我們的默契 有了這個默契之後 進入婚姻 我們真的是 創業跟小孩 全部一起來 五年內 驚鷗駭駭 有沒有覺得這五年再快轉 我都覺得我老了十歲 妳現在應該才二十八吧 我們兩個是同居的 我爸也是啊 愛呀 他大我九歲 愛呀 但妳到底九歲在哪裡 什麼 我們要不要再開一集 聊男性保養 他們為了來這裡 自己第一次學習怎麼畫 有看得出來 今天妝容很完整 來之前把自己畫成七爺八爺 七爺八爺嗎 離開辦公室的時候 我就說 欸我要去化妝 然後請那個夥伴幫我拍一張照 我就進去畫畫畫畫 之後欸太好了 畫好了 然後他們就對我說 妳為什麼把自己畫成七爺八爺啊 我就拿手機照著陽光看一下 啊果然廁所的燈 不能相信 其實我不會上啦 我不知道怎麼上 後來就想盡辦法用衛生紙啊 壓掉 然後再繼續用刷刷刷刷啊 跟妳一些男性保養品跟化妝品 欸我建議買的更多的 好的我們回到 有溫度的家庭公室 好像我才主持人 剛剛有提到磨合的過程 這五年之內 創業跟生小孩 通通一起來 那一定有很多的爭執 你們都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因為磨合之後 其實有一些基礎 第一個是關於獨處 me time嗎 對 因為以前的我們在吵架的時候 總會想要讓對方在面前 現在此刻我們來個結果 可是在這種狀況之下 怎麼可能會有一個好結果 來個結果通常就是 誰贏誰輸 那個時候其實就覺得 彼此都會給彼此不舒服的感覺 在我們生活當中 但沒有吵架的時候 我發現我蠻愛獨處的 我跟他這樣比起來 我就貓派 他是狗派 不是喜歡狗跟喜歡貓 而是不比像貓咪 不會因為有人來 就一定要咬尾巴 就是你來了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我在這個互動上面 我蠻像貓咪的 然後他就很順著我這部分 那時候他比較像狗狗 就是說他只要有人 他就會盡可能的去 用他最好一面去互動 社交的狀態 因為他從那個互動裡面 會得到能量 所以有時候要透過互動 給你能量 有時候我要獨處來得到能量 可是後來發現 其實只要是人 都有需要獨處的時候 我講課完 回到家 他在寫日記 但是我那時候 滿滿的四月想分享 我就說 你知道我今天 Good Job 嗎 今天講了什麼說 我很開心 然後他就 因為我的表情很開心 他就跟著我一起開心 那開心完之後呢 因為我講完了 對我來說就是 這個話題結束 那我要去獨處了 他就突然就 我也會這樣 我也有事情想分享啊 或者是 我也想回應你的喜悅啊 他有回應了 那回應完了 那話題就停在那 欸那差不多了 我就走 天啊 我沒有去多再多問他兩句之類的 不行欸 而且他是回房間打臉動 不行欸 那次的事件呢 我們就吵了一下 我們就在研究了一下發現 因為他那個時候 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叫寫日記 他一個很重要的謎題 其實我打開門 然後跟他說話 那當下 其實把他從那個謎題 拉出來了 當我後來沒有好好的回應他 或者是去好奇他的時候 讓他有那種不平衡感 所以後來我們就研究了一件事 會不會其實慧琳 你也有獨處的需要 他想想 欸好像是齁 有那個表情嗎 我沒有 我好想看你擺什麼那個表情喔 是不是其實你要獨處的需要哈 喔 我想死了 喔 我想死了 你好配合喔 狗派 狗派 有時候我跟他講 我想獨處一下 其實會讓他有點不太開心 會受傷 覺得被推開 但我就告訴他 我沒有推開你的意思 然後我也反省了一下 那確實 每個人聽到語言的時候 感受是不同的 就會覺得說 嗯那確實就要配合一下 我就發明了一個很棒的東西 叫做貓咪時間 是什麼呢 就是獨處而已 今天晚上我想要一個自己的貓咪時間 然後出現在夜店 沒有沒有 在家裡在家裡 在夜店哪裡有貓咪了 就是咪他 然後放我一個人就放了 不是那種 他就會接受 你有獨處需求 那比較不會有那種被推開的感覺 有趣的事情是 當我開始這麼做之後 他就做得比我還要認真的 他的貓咪比你更多 跟自己的連結程度比我還要高很多 所以他很知道自己的需求 你是愛人嗎 我應該都有 你們都是衣人 貓咪時間是for 內在的自己 月亮星座 你懂好多喔 你是認真的還是在約於我 我是認真的 我是認真的崇拜你 又會保養 又會星座 又會MVTI 長得又帥 不要這樣子就是 主持一些節目 總是會要需要一些騙人的把信 大概只懂到這裡 下面我沒有辦法升台 其實在你們分享的 貓咪時間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有一個問題想幫大家問一下 你們的場域都在哪裡 家就這麼大嘛 那MVTI的場域是在男生是在大便的時候嗎 大便的時候會有點太久 對 經過不太好 麻煩大家不要在馬桶上面坐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老公都一個人在廁所不知道幹嘛 然後很久 利用這件事情 作為自己MVTI的時間 但是這件事情本身不是那麼健康 因為它是被動的 我覺得跟自己的連結這件事情 如果變成 我主動想去做 我主動留一個時間給我自己 變成一個更完整的儀式的時候 品質會更好 其實我覺得 我們有分很多不同的類型 一個是我的旁邊可以有人的貓咪 一個是我的視線範圍裡都不可以有人 廁所其實我也躲過 或者是浴缸裡面 然後水 水淹上去 你在拍MV嗎 沒有 沒有水的浴缸 因為有孩子之後就會比較難 它會一直叫吧 後來我就會趁它們睡著之後 我躺在床上 我覺得那個也是一種 它們屬於一個 不會干擾你的狀態 對 其實貓咪的 寬度跟空間的場域 是可以自己選擇的 只要你自己心裡認定 然後劃清界限 現在是我的貓咪時間 然後不要有任何人來打擾我 應該設計一個牌子吧 就誰知道你在貓咪 然後舉起來 那小孩呢 我們剛剛聊到的是關係 現在有兩位可愛的小男孩 對於你的精力的消耗 應該也是非常的巨大的 養育孩子的生活當中 會用什麼樣子的溝通技巧 去讓孩子比較聽話 被一個小朋友 哥哥是一個比較謹慎的個性 弟弟比較直誇 就是他會媽媽在愛 真的假的 就會衝過來要抱抱 然後還會要親親 但是哥哥就是 觀察型的小朋友 所以不太一樣的是跟孩子溝通 有時候一定會很大聲嘛 我就會在他們吵架的時候 會去勸說 請他們兩個站好 面上衣櫃裡面 自己內心反省啊 然後我會數秒給他們 時間到了可以結束 發現結束之後 哥哥就會轉過來不講話 因為他反省到東西了 然後弟弟就會 媽媽在愛 幾歲就這麼有 弟弟的心裡面 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 所以我們要告訴他的是 我們做一個約定 比如說我們約定會是 抱抱 好 那我們下次約好 以後不可以這樣打哥哥喔 那就結束 但在哥哥的身上 他需要比較多的時間 沉澱跟煩心 還是會跟他抱 但他不喜歡正面抱抱 他喜歡坐在旁邊 但是不能看著他的臉說話 有的時候對於這些內向的小孩來說 面對面四目相交 會很尷尬 我就問他說 那剛剛跟弟弟吵架打架 你有什麼感覺 他可能會說出一些 自己的感覺跟看見 或是他會說不知道 我就說那不知道也沒關係 你有看著孩子嗎 我會先看他 他會告訴我 你不要看我可以嗎 那他界線感很強 所以跟弟弟那個浮誇的愛就不一樣 也是因為他們兩個的不一樣 我就會學到 他們兩個彼此的衝突 哥哥的內在的照顧會比較多 但他也會 好了我已經好了 變回可愛的抓寶了 他有一個歷程 但是你陪他走完就好 弟弟就是零到一 沒了 可以切換自如 他不爽的時候會怎樣 他會這樣 也這麼抓嘛 因為我們去幼兒園要接他 有時候我們比較晚 他可能會是 最後一個離開學校的 然後我去接他的時候 現在在弟弟狀態裡面 因為你一直跟我講話 你可能沒有看到 他就會這樣 看到我 就看我一眼 然後就轉過去 坐下來 屁股面對著我 可是他是可愛的那種生氣 他要的其實就是那種 很浮誇的 喔對不起 那差點差一點 他喜歡這種奶奶的方式 要媽媽也跟他奶奶 所以我常常跟他講話 講到自己會笑場 我就會說 有笑虎 問在跟咪咪溝通 葬失我所有的威嚴 我喝火 可是他就會一直 媽媽 嗯 你就會覺得現在是萊豬 你沒有辦法生氣 他是四歲我就會原諒 如果他是十四歲 我就會揍他 十四歲還這樣 你到底會不會閱讀空氣啊 那小虎老師咧 我們用的方法是差不多 因為真的是因材施教 大兒子的話他是比較細膩的 我會花比較多時間去 跟他談感覺 然後談他的想法 那你們有去調查過 大兒子是不是高敏感的小孩子 這件事情我們會大概觀察 因為你知道高敏感的人 通常他們的感官 也會比一般人再強一點 桂林的感官就很敏銳 他常常會聽到一些 我聽不到的什麼 第一線上的 不是那個 中華人怕鬼 西洋人也 我沒有辦法講下去了 左右都很白 這一集就我一直崩潰 這樣差很多 因為我的感官不是很敏感 開到一半我就 欸那個 老大哥 我覺得他今天醜化我 我把我的筆給打壞了 因為太好笑 我們真的落差很大 我的聽覺沒有他強 所以我的聲音通常比較大 他就會嚇到 他有事情想跟我講的時候 常常講了好幾句之後 他發現我沒有聽到 對回到小朋友的溝通 其實也是有時候 他可能是正常情緒在跟孩子講話 可是我就覺得 你好像有一點點大聲 因為有時候是嚴厲 那嚴厲的時候 我就會比較大聲 像抓寶的話比較敏感 他就會覺得爸爸 他在凶我 那他的另外一種期待 當然就是說 希望爸爸可以疼他 他覺得他自己 很多地方都做得很好了 那其他不好的地方 想要就灑難一下 那有時候我這種威嚴一出來 他就會有點受傷 所以我現在發現 他有時候有受傷的感覺的時候 我就會陪他多講一下話 有一次是 其他的家庭來家裡玩 互相之間就會打打鬧鬧 我們家小孩互動中 就學了人家的互動方式 他就粗魯的對待了對方 那我就很生氣 當下我就制止了他 他就開始姐妹送這樣 我就帶他回房間就聊天 我們在走上樓梯那個瞬間 其實就開始做準備了 因為在樓下的時候 我當然也在氣頭上 所以我就會覺得 不能諒解這個行為 那他也覺得 不能諒解爸爸 我也在做一個心理準備 我好像不需要用這種方法 因為他沒有效率 這樣的孩子 他更適合的方法是別的方式 坐在地板上 我就跟他聊 爸爸剛剛兄弟一下到了 他就笑了 為什麼爸爸對得這麼好 不知道該怎麼反應 然後我才繼續跟他講說 爸爸剛剛自從生氣是怎樣 就把那個原因說出來 雖然其他小朋友會這樣子對你 但是我們家教育不是這樣的 爸爸不希望你 明明之後他是不對的事情 但是還是做 只想讓你知道 我希望你長大 然後可以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們就開始聊起這件事情 刷寶那時候 他的問題很有神度 陪著他 然後就是多聊兩句 看他快哭快哭的樣子 說招寶那想抱抱 然後就抱抱抱抱抱抱 哭完之後他就好開心 他就被充電了 所以他們需要的方法都不一樣 那小兒子比較簡單 小兒子就是鬧他他就很開心 一股搖起來他搖起來 手都忘記了 他會有一個開關 怎麼會這樣 那哥哥比較多的是 他會忍耐 哥哥是不是相對比較成熟一點點 哥哥跟女孩們的相處其實比較好 比起其他的男生朋友們 他比較聽得懂小女生在講什麼 心思細膩 所以就會觀察 他可能是需要更多的陪伴 那我們剛剛聊了這麼多 其實在親子的溝通當中 聲音的轉變 有沒有什麼幾招可以交給大家 當下我想要透過大聲 就換起他的意識 但是就是不成功 那我們通常就會想說 拿著他更大聲 就會發現對方更不想理你 其實大聲沒有用 就要換策略 因為對方已經知道你想幹嘛 他不會被嚇到 就跟看鬼片一樣 對 我越知道即將要來的什麼 就是哈哈你看 你看頭飛出來了嗎 所以這時候就要出乎意料 我剛剛大聲沒有用 接下來就改用安靜 反正對方可能會嚇一跳 要把注意力放在對方身上 再這樣看著他 露出一點冷冷的笑 對方可能就會看到 你算不太妙啊 未知的恐懼 以前在帶贏隊的時候 其實也是常常用這一招 小朋友都吵成一團 然後他們有點點 知道老師其實蠻好欺負的 怎麼大聲就不理我 通常最吵的那個 他一定不會看我 通常就會看著第二跟班 然後那個跟班看的時候 啊 老師上線啊 比較其他的比較小的跟班 來 嘘 嘘 嘘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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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哥發現我又不要看了一點 啊 曉悟老師 啊 安靜 一群小朋友的互動 好像一群小狗狗一樣 對自己小孩也是一樣 但是不會那麼嚴重 我們只是要喚起他的意識 讓他知道我要跟你說話 那接下來就不可以再繼續下去 因為這個下一跳就會變得真的 剛剛曉悟老師分享這麼多 在今天這一集節目之前 也有稍微研究了一下兩位的課程 兩位很強調溫度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溝通的開端 是先理解對方的需求 再來提出自己的需求 達到一個互相平衡的溝通的結果 小孩的語言表達能力 可能沒有那麼的好 身為父母 身為一個成年人 怎麼樣理解孩子的需求 孩子的表現沒有那麼的清楚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讀懂 或是看他現在的表情或是動作 知道他現在的狀態是怎麼樣 消滅了那個狀態之後 再達到我們希望他成為的樣子 做法上的話 我們家自己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我們會有分開約會日 有的時候是我跟哥哥 有的時候是我跟弟弟 那相對的小婦也會有 跟哥哥跟弟弟獨處的時間 特別會是在前一天可能哥哥被罵了 或是前一天弟弟被罵了 我們就會交換 比如說那你昨天爸爸跟你說那些話 你跟他吵架了 你有什麼感覺 他會在沒有爸爸的狀態之下 可以更好地和我溝通 然後就帶他去做一些開心的事情 而且我們會約定說 這是我們兩個人的秘密 他們彼此兄弟見面也不會說 我跟你說爸爸帶回去哪裡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時光膠囊 我們跟孩子獨有的記憶 我覺得因為這個方式 我們兩個的關係其實也有變好 你會重新去看見孩子的可愛 然後後來說其實我覺得 他沒有你昨天罵他這麼那個啦 我覺得你也做得很好 不要就是自責說你怎麼罵了他 夫妻的關係也是有進步 哇從來沒聽過的一個撇步 那小虎老師在這個分開約會的過程當中 有得到什麼想法或啟發嗎 我會在這種比較有安全感的環境裡面 容易跟他有更多的深入的認識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執著在我想要在當下 把一些東西問出來或是弄清楚 可是有時候孩子他們的心裡面不穩定 在不穩定的狀況之下 說什麼話都可能是錯的 表達什麼東西都可能是氣的 有可能說謊之類的 就可能會為了要能夠圓過去 或者是為了要跟我對抗 而刻意的做出一些行為 所以在那個當下可以放下那個執著 是最好的 還好就是因為家的空間還算夠大 就好啊那再放下一下 那我去做那邊的事情 你做那邊的事情 至於拉開是安全 透過我們可能一起約會 像有時候我會帶哥哥看耳鼻優柯 掛了號之後 哇 要等兩個小時 我們去夜市吃飯吧 我們就走到那個夜市裡 走一走看他喜歡吃什麼 然後我們就點了 然後在路邊就蹲下來 然後好像以前多種聲音一樣 好可憐喔 蹲下來 他很開心 Mans talk欸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這一part 我只知道去夜市 他們就不跟我講 那時候因為他就覺得這種很新奇 所以他也對我常開心吧 那時候就會再聊更多 那有時候可能是我跟他的事 有時候是我想了解他世界裡面的事 比方說他其實一直都 很不喜歡某個同學這樣作弄他 我就會跟他分享 爸爸小時候也被捉弄過的故事 或者是我想聽聽看 捉弄你的時候你是怎麼反應啊 他就不像在家裡一樣 畢俗 在外面的時候反而比較放得開 就跟我聊好多 場域的不同 因為場域安全感 營造那個有溫度的環境 也是我覺得很重要以外 不是只有說話的溫度 因為說話再有溫度 對方還沒準備好 對不對 一定要讓那個整個氛圍 剛剛好 他才會到 真的欸 我覺得分開約會 這件事情真的很棒 大家可以學起來 第二個是手牽手一起睡覺 這個是我沒有想到你講的 但是我聽完我覺得很甜 左右各牽一個嗎 對對對 哇 那爸爸睡哪裡 這只一張雙人床 所以你跟兩個兒子擠在一起 就是我們三個人一起睡覺 我們房間有一塊有室 我就把那個床墊鋪滿 其實可以睡四個人 只是說我們那樣睡也很舒服 因為他比較大隻啊 小朋友會滾來滾去 常常在啪 醒來說欸什麼 有一個叫 你這一集 人家抓寶跟迷迷的同學 如果長大以後看到 原來你們小時候都這樣 我們做過分的事情 還不值得切啊 哈哈哈哈 等一下回來 總牽手睡覺這件事情 因為有的時候我回家很忙 收書包洗他們的碗 或是跟他們說要寫作業 像打仗一樣 啪啪啪啪 一直有很多事情 其實有的時候沒有辦法好好說話 我們只是在完成很多的任務 所以睡覺的時候我就會陪他們牽手 原因是我們會跟彼此更靠近 那有的時候我就會說 今天有什麼好玩的事情嗎 就是我會刻意的 像剛剛蘭吉問的 有沒有高康一點的生意 或是怎麼樣去跟孩子建立那個互動 我會有一點點刻意說 欸 妳今天有什麼好玩的事 妳跟我說一下好不好 基本上我會去認識兩個孩子班上 每一個同學的名字 大概會知道他的好朋友是誰 這樣才聊得起來啊 不然就沒事 如果不認識就 啊 就上次那個那個啊 然後啊 妳也都不認識 就算我可能不是知道全部的人 但因為老師聯絡不會發照片 我就會問說 欸 那這個是誰 欸 妳可以跟我分享嗎 妳好用心喔 就是會有一個這樣子的互動 我們跟孩子講話 他可能會背對我們 手牽手是一種連結 身體的連結 然後我再跟你說話 我們就會一起說 那我們先聽哥哥說 哥哥說他今天跟誰好好玩 然後就說 那我們現在換聽弟弟說 說完之後太好了 我們可以睡覺了 所以這個家庭裡面的溫度 其實是透過這些方式 慢慢的在積累起來的 他也不是說透過一兩招 講話的方式 就可以達成的效果 相信兩位兒子在這樣子的 牽手儀式 或者是很溫馨的成長環境裡面 應該他們的心也會相對比較柔軟吧 我覺得是 他們可以去看到 比如說大人的不高興 我們兩個的原則是 不在他們面前吵架 可是我們一定會有很累很難過 或是流眼淚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避諱讓他們看到 但是我會告訴他們說 我可能因為某一件事情 所以有點難過 傷心流眼淚 那我可不可以得到 比如說抓寶能量 米米能量 這個能量就是要抱抱 我想要充電一下 有像吸貓的感覺 過來我吸 吸兒子 可是你知道男生有時候有一點 臭臭的 所以我是洗完澡才可以叫他們給我抱 不會啊 男生有時候流汗的味道還蠻性感的 你坐在男生宿舍 你平常有什麼想法啊 兩個兒子然後大兒子 我自己覺得很好 我想說其實也是跟男生比較多的互動 會跟孩子玩喜馬打仗 你玩得起來 可以啊 躺嗎還是 不是就是 我要在這裡示範嗎 沒關係 大概描述就好了 就是你躺著之後把腳抬起來 他們坐在腳上面這樣咬 然後還有左右喔 就是練腹肌板 真的欸 你好像遊樂器材 對 還要跟他們玩 拳擊 摔腳 或者是一些 欸羽毛現在就是你 我覺得我比他們幼稚 我就會更開心 他們應該也很開心吧 可以跟他們玩這些 對有的時候會玩過頭 我就會站起來不說話 把燈關掉 遊戲時間結束 好像太多了 他們就會發現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這時候他們才會停下來聽我說話 我自己是覺得很有趣 我很喜歡跟小孩打來打去玩來玩去 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這樣子陪伴小孩 爸爸跟兒子玩這種遊戲是天經地利 但媽媽一起參與進來的話 那個畫面很特別 那他們在騎馬打仗的時候 小虎老師你在哪 通常他需要陪他們的時候都是我在忙著 晚上可能有教練課 上線跟我學員互動啊 或者我演講啊 回來他們玩到很High 就在努力的冷靜下來走 常常這種畫面 因為耗電耗完了就可以馬上睡覺了 真的很好欸 其實我跟小朋友還有一個很好玩的遊戲 我沒有太多故事資料庫 白雪公主講一講 從小孩講一講 差不多就沒了 也需要故事資料庫 親子天下說故事的APP 這也很好用 你們真的有用嗎 真是太棒了 非常一個超好用的遊戲法 不用太多的知識 只要好玩就好 比方說我會跟他們玩迷宮世界 他們從小其實會看一些卡通嘛 就會知道說世界上現在流行什麼異世界啦 他們會知道一點這種東西 中二的家庭 但是小朋友就很喜歡這種冒險的形象 所以我就會說 睡前故事 他們就會說 爸爸你今天有迷宮能量嗎 我說有啊 可以講三層 就是要破關三層 從前從前有兩個小朋友 咪咪跟抓把 他們晚上睡覺 睡著之後呢 被一個天使的聲音召喚 然後來到迷宮的世界 就開始請他們說 你們來的是什麼迷宮 是水晶迷宮 然後那個地板鋪滿了水晶 牆壁也是水晶 裡面出現了可怕的怪物 它叫做 然後他們就開始想 是蝎子怪 然後是什麼什麼怪 有時候會有大便之類的東西 髒髒的 小孩最喜歡屎尿屁 但是呢 他們來到這個異世界 都被天使賦予了超能力 抓寶的超能力是什麼 我要丟火球 那咪咪的超能力是什麼 然後我會拿 扇子扇的 什麼東西 就是一些 電風扇 我是電風扇 小孩真的是外星人 那我就要努力的瞎掰 掰到他們的超能力 可以好好的打倒那些怪物 他們就好開心嘛 反正天馬行空也沒關係 不合理也沒關係 大魔王很可怕 把你們招式合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把他打倒 打倒之後呢 恭喜你來到迷宮第二層 還有第二層 就打三層啊 我以為剛剛那個就是三層了 我就用我自己的體力程度來跟他們講說 今天要講幾層 然後有幾次我可能狀況比較好 或者是我有虧欠抓寶 罵了他 虧欠他 我就會說好 今天就走五層吧 走五層 然後我就會說 請問有人要睡覺了嗎 我要睡了 沒有他們三個都不想睡 跟我一起創作故事 他們就真的是會很開心 可是他們會記得吧 會 那爸爸會記得嗎 我有時候會記得一些故事 有一次是那種 大家去親子餐廳 就像我們很多不同的家庭一起 然後我們在餐廳吃飯 那時候是因為媽媽們都超想休息 我們就媽媽去做 等一下 平反一下 是因為 你想休息嗎 不是因為我們剛好 自己有一個親子共學團 自己組一個人 然後我們裡面幾乎都是男孩 男孩的媽媽 那天男孩們就說 我們要坐一起 然後我們就說 那爸爸我也想跟你做 南極說想跟爸爸做 惠琳就說想跟爸爸做 小虎就說想跟爸爸做 所以媽媽們就說 我們就放假了 那天我們就是一群男生 就大人男生 小孩男生 全部都一桌 小朋友們就一直很不安 一直想要下桌 那大人們都還沒吃完飯 然後就這樣 你們好煩喔 五個男生 大人男生 小孩男生在一起 太恐怖 只要爸爸們都沒辦法好休息 那不然我們來玩 來玩遊戲 那我們來講故事吧 我就看著抓包 現在 請給我一個 武器 然後我看著 咪咪說 咪咪 給我一個 地方 書房可以看到的東西 廚房可以看到的東西 一個人 一個超級英雄 就是把各種東西 都講完之後 我只要記在腦袋裡面 故事要開始囉 他們就很期待 我講的那個東西 什麼時候會出現 兒童版的哈士奇 金門町有一個饒舌歌手 叫做哈士奇 然後他要表演的方式 就是周圍有一些人 有一些民眾 他的rap裡面 就會唱到 妹妹剛剛給的 阿伯剛剛給的東西 這是兒童版的哈士奇 也同一個概念 我在大學的時候 就認識了一個 叫歐耶老師 他那時候在萬華社大 教即興劇 學完的時候 就覺得好好玩喔 後來就把他帶到 我自己的教學 帶到自己的生活裡面 帶小孩的時候 就發現我好好用 所以我覺得這個 帶一點即興 跟孩子們可以創造 更多這種有趣的事 老師你有在開課嗎 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可是我相信 不是很多的家長都做得到 他需要一些練習 跟學習的資源 可以開一下這個部分 或是跟我們合作 謝謝 我直接站起來 而且會玩這個的話 還有一個好處 我們的小孩會非常得意 你會感覺到 他的目光 在看他們的時候 有股那種憂慮感 沒有這樣 我爸爸好 我爸爸好有勁 有這樣 我爸爸好帥 太多了 我就是用這個來 你有看到我白眼他嗎 剛剛有 我沒有看到 因為你剛剛背對了 喔對不起 今天分享了很多 很有趣的妙招 真的很精彩 我自己聽完之後 我就覺得 如果有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成長 有越來越多爸爸媽媽 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陪伴小朋友的話 我相信 不僅是親子關係 越來越緊密 家庭的整個氣氛也會很活絡 我想到要分享的 就是我們的Podcast節目的名稱叫做 從我開始的關係功課 為什麼會叫這個名稱 其實也是跟我們的理念很相近 當我們跟自己的關係好 當我們跟自己的心 可以很好的靠近的時候 才能真正的把所謂的溫度 或把真正想要傳達的善意 傳達給別人 很多時候我們跟自己的心很遙遠 我們都會想要把那個注意力 都放在行為本身 結果本身 我雖然打你罵你 可是你看 我用行動來愛你 可是對孩子來說 你語心這樣愛我 你不不要愛我 就會產生一種親子之間的很大的衝突 很多人會誤會打跟罵就是愛 他們打跟罵只是一個管教 但他們更把注意力放在說 你看我辛苦賺錢養你啊 我給你好多好處 他們認為的愛 因為那樣的方式跟自己的心很一樣 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 從我開始 我們就努力跟自己的需求 先去好好的認識一下 然後好好的去調整一下 當我們真正的情緒 在穩定的狀況下 去做溝通的時候 才能真正的把我們的善意很好的傳達 我覺得溫度這件事情 不是說啊只要很溫暖就是了 而是心與心比自己有靠近 如果我只是想要努力靠近地方的心 可是我離我心很遠 這才是冷的 所以我覺得在關係當中很重要一點是 必須先從我開始 當我們把自己的很多事情 夢懂了 探索清楚了 對自己的了解更深了 我知道我的目標是什麼 這時候的溝通才會真正的有效率 也會更有溫度更貼近 今天上了好棒好溫暖的一刻 最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的Podcast什麼時候更新 我們的Podcast節目叫做 從我開始的關係功課 後面那個版本跟同名的書籍 我們是每週五的時候會更新 大概的主題就是 第一個是談自我成長 那第二個是伴侶的關係 第三個就是親子的對話 在節目裡面除了我跟小虎以外 也會有很多來賓朋友 maybe 下次完集就出現在Podcast節目 我應該只能聊自我成長 你可以聊你在親子環境底下工作 會有很多大家不同的發現 不同的故事 因為我同事也很多都是爸爸媽媽 他們都有不同的方法 從我開始的另外一個含義就是 我是如何成為我的 一定會有很多故事 我們如何成為一個這麼優秀的男子 一定有一些很重要的故事 太好了 謝謝今天兩位為我們帶來這麼精彩的分享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親子天下的YouTube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我們的這些好內容 才會推播到你的手機上面 那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在節目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幸福親子春的論壇正在開張當中 因為我相信養育小孩或者是經營關係這件事情 一定是需要非常大的同溫層 會需要很多人來跟你一起討論 互相支持 所以我們開設了這樣子的一個論壇空間 讓爸爸媽媽可以上去提問 比如說我挑幼兒園怎麼挑 小學學區怎麼挑 哪一間學校有雙語的資源 其實都可以在上面開設討論版 有這樣的服務 大概都可以在資訊欄裡面找到連結 村民543 歡迎大家在一起來543 我是蘭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小虎老師 謝謝惠玲 謝謝人機